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场比赛结束后我们会随机抽取三位观众各送出100元红包 还会抽取一名超级幸运观众送出我们的大奖 戴森吹风机一台 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观众注意弹幕里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那么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比赛环节 那么我们欢迎第一组选手的到来 首先我们邀请陈寒之选手为我们带来 写给电影人的情书 大家好 我是选手陈寒之 来自于佛大大三新闻专业 也来自于CSA阿卡贝拉人生乐团 Zither Harp 多少人爱你 能遗留的风采 多少人爱你是独立的姿态 你永远的同尘 赤字的期待 辜防自上的无难 谁明白你细心隐藏的悲哀 谁了解你褪色脸上的棉怀 一天一天一无风的消散 心底的害怕 慢慢伸出了苍白 你已孤孤的追求永恒 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 你已盛杀的追求永恒 你已盛杀的追求永恒 何必小马和于爱 人间不过 人间不过 是你继续之处 银河里 才是你灵魂的 徜徉帝 人间不过 是你无心的梦 偶然留下的梦 只是梦 一身外身 做影脸色的梦 一身外身 做梦 做梦 感谢陈寒之选手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 请问各位评委 有什么想说的呢 刚刚那位同学 演唱的这个曲目 我认为难度是比较高 然后 但是这位同学 的演绎非常精彩 然后呢 尤其是在高潮部分 高潮部分进取的第一句 就在副歌部分的第一句 切入的十分的自然 而且非常的 有感觉 整个音色也非常的特别 然后问题可能是 在前面主歌的时候 低音的部分 没有探下去 然后还有就是 在高潮的时候 在就是在副歌部分 后面可以 更循序渐进一些 由弱至强 然后可能处理 都有点偏弱 但是还是非常的不错 好的 感谢这位评委的点评 那么我们有请 下一位选手 潘兴妍 她要为我们带来的曲目是 《烟火里的尘埃》 请大家欣赏 大家好 我叫潘兴妍 我是佛罗里达大学 快提醒 今天演唱的曲目是 《烟火里的尘埃》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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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火里尘埃》片段 《烟火里的尘埃》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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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不悲哀 麻木的那么快 应不应该 能不能滥下来 笑的太坏 哭的坦率 为何表情 要让这世界安排 我就是我 我就是我 我只是一场烟火 散落的尘埃 好的 感谢潘信言为我们带来的 烟火里的尘埃 下面进入评委点评环节 这位选手选的这首歌曲 我个人也比较喜欢 是一首难度气数比较大 然后有比较大的高低起伏的歌曲 然后选手的声音条件也比较不错 最后也完成了这首歌曲 包括最后的高音完成的也比较漂亮 但是演唱上稍微有一些小的不足的地方 就是这首歌本身是一首难key的歌曲 所以女生在演唱的时候 如果没有进行升key的话 在低音的部分会出现一些音准和气息上的问题 然后高音也因为没有升key会显得比较轻松 而没有能够将声音放出来 唱得比较亮 如果选手在以后准备这首歌曲的时候 能稍微升升key 然后更加的注意自己声音上的处理 会更好 感谢评委的点评 那么下面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我将公布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 陈寒之选手的最终得分是8.95分 潘兴言选手的最终得分是7.635分 恭喜陈寒之选手顺利晋级 那么我们也感谢潘兴言选手 在这次比赛中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演出 希望后会有期 我们第二组出场的选手是杜嘉明 他在出赛中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他将给我们带来的曲目是海阔天空 哈喽大家好 哈喽大家好 我叫杜嘉明 我是佛罗里达大学一名大四的学生 来自广东广州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经典的粤语歌曲 希望大家会喜欢 今天我 虹夜里空暑飘过 为了想却了的生活飘远方 风雨里追降 霧里分不清影中 天空海阔 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 仍在冷眼宇宙笑 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 一杀那仿佛 若有所实的感觉 不知不觉已变探心里爱 原来我们一生不记忿 纵爱自由 那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背起了理想 谁人都可以 那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哦哦 yeah 音乐 感谢杜嘉明选手的演出 请问各位评委有什么想说的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原CSA阿卡贝拉社的陈浩 今天非常感谢CSA的邀请 来给十佳歌手决赛 做一个视频的点评 杜嘉明选手唱的也是一首 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 海阔天空 我们看到杜嘉明同学整个的台风 包括他吉他弹唱的这个氛围 我相信如果是在现场表演的话 这个氛围肯定是会非常好的 在这里我也是想提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我们在唱这样 这种偏摇滚的歌曲的时候 我们如果把声音打开一点 可能会气氛会更加好 特别是我们在演唱这个副歌部分 高潮部分 甚至是那个最高音 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声音完全的释放出来 这样才能达到带动全场观众 融入你歌声的这样一个目的 因为我们唱的是这种 这个偏摇滚的这种歌曲 我们应该是现场感染力极强的歌者 好的 感谢这位评委的点评 那么下一位将要出场的选手是王坤耀 他将给我们带来的曲目是两面夏天 哎,我是王坤耀Alex啊 来自CSA原创音乐社EFGH 我现在在Gainesville 我一代帮文化文化的责任 they forced me to play my new song 你懂我意思吗 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微信转账三百块 帮助我和其他EFGH成员重剧 我向你敬礼呀,salute 顺便给你听听我们全员Virtually表演的新歌 两面夏天 Come on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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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琴强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 下面进入评微点评环节 这位选手的季节很稳 但可能这首歌的音程对于你来说 稍稍有点吃力 不是很利于你的发挥 其实你的低音音乐音乐 就是感受到他的魅力的一种印象 感谢这位评委的点评 那么下面我们邀请聂展鹏选手 为我们带来曲目《童话》 大家好 我是来自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专业的聂展鹏 今天准备了很多歌 都是好听的歌 而且他们都曾经打动过我 我希望通过今天的演唱 能够把他们曾经带给我的感动 传达给你们 那么接下来话不多说 第一首歌 来自于光良的童话 忘了有多久 再没听到你 对我说你 最爱的故事 我想了很久 我开始慌了 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 你哭着对我说 通话里都是骗人的 我不可能 是你的王子 也许你不会懂 从你说爱我 从你说爱我以后 我的天空 星星都亮了 我愿变成童话里 你爱的那个天使 我愿变成童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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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我们歌唱的过程中 换气不要太过于平凡 这样子会显得我们歌词与歌词之间没有连续性 为了保住这个连续性 我们应该把一句歌词完整唱完之后再去换气 当然这个换气也是讲究技巧的 第二个就是这个在我们每句结尾的尾音 我建议是尽量做到一步到位 尽量把这个滑音的时间给缩短 因为如果我们每句话都有这样的滑音的话 会显得我们歌唱起来显得非常拖沓 感谢评委点评 那么现在又回到了激动人心的评分环节 我们可以看到秦强选手的最终得分为8.32分 聂展鹏选手的最终得分为7.595分 恭喜秦强选手成功晋级 也感谢聂展鹏选手为本次大赛带来的精彩演出 希望后会有期 下面有请我们的第四组参赛选手 谢天为选手 他将给我们带来的曲目是梦一场 请大家欣赏 嘿大家好 我叫谢天为 是大二计算机系的学生 我们都曾经从寂寞而给对方承诺 我们都以为着梦而厌倦了什么 只是这样的日子 同样的方式 还是还要多久 我们改变了太多而见到了对方 我们维持了自己重生谁的梦想 只是这样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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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剩下多久 也是缘分 早知道是这样 像梦一场 我才不会把人都放在同一个地方 让你一起放在自己的眼眶 让你一起放 让你一起装 让你一起装 让你再没有我的地方 坚强 感谢谢天为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 请问各位评委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比较喜欢周围选手的演唱 首先选手的乐感比较好 在一些细节上的处理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在这个音准和节奏的气息的把控上面也比较不错 但是稍微有一些小的不足的地方就是不关于演唱啊 就是选手在弹吉他的时候 由于要顾及到吉他 可能会因为这方面有一些分心 所以在某些地方的节奏会有一些乱调 如果以后多多注意一下 多多练习一下的话 会让这首歌演绎的更加完美 好的 感谢这位评委的点评 我们下面有请下一位选手 杨长江选手 他将为我们带来的曲目是太阳 Hello 大家好 我叫杨长江 然后我的 我今天是大四 我专业是finance 我也是CSA阿卡贝拉人生乐团的成员 我介绍演唱的是太阳 我们最后祝大家圣诞快乐 圆诞快乐 然后2021一切都会比好 你总感到落寞沮丧 你总感到失望 对于人生未来 对于人生未来 总有太多迷惘 你总会容自己不同 你总笑着挣扎 对于爱情害怕 我总会有点心 我只是想给你 你的太阳 你的太阳 你在心里 你拥有点心 你再想给你 你的太阳 你的太阳 的太阳 阿卡贱 你这手 你在心里 海中美着 我只想到 你的太阳 太阳 你这手 我只想到你的太阳 在你的心底啊 不管是多远的远方 不要害怕我在身旁 选做你的太阳 你的太阳 在你的心里啊 在你的心底啊 就算不能在你身旁 也要奋力为你而发光 自带一种深沉沙哑感在里面 但是在唱 在处理副歌比较高的部分的时候 可能嗓子 没有完全的放松下来 或者说是 就是有点紧张 或者说是就是嗓子有点紧张 或身体有点僵硬 导致身体声音出来的 没有那么的自然 但是这首歌我认为 他的情感把控还是比较到位的 然后如果再处理一下 这种声音上细节上处理的话 就是让它更自然会更好听一些 然后在低音的部分 也可以把声音给透出来 而就是不然会有一种 就是让人听不太清的一种感觉 这是我觉得可以改进的地方 感谢这位评委 对杨长江选手的点评 好的 我们又回到了 激动人心的分数宣布的环节 我们可以看到 谢天为选手的最终得分为8.06分 杨长江选手的最终得分为7.85分 恭喜谢天为选手顺利晋级 感谢杨长江选手为本次大赛做出的贡献 谢谢 掌声有请第五组参赛选手 孙嘉运选手 他将给我们带来的曲目是 You are my everything Hello everyone 我是孙嘉运 然后我是大二年级的 大家可以叫我的英文名字 Susie Susie 然后这次非常高兴我进了决赛 因为我是一个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唱歌的人 估计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经常就喜欢在各种地方唱歌 可能可能会有一点吵 然后希望大家这次听的时候调整好音量 我们一起加油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太阳的后裔里面的ost 你是我的全部 When I see storms I think of you Then I'll always pray for you And I know what my heart was made for To love you forevermore When I feel you in my heart Did I hear your voice from my eyes I will always love you And I'm waiting for you Until the end of time You are my everything I hope that someday you will realize That I can see forever in your eyes And I'm bashing my dream will come true I am lost without you You are my everything 谢谢 谢谢孙嘉运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 下面进入评委点评环节 刚刚这位孙嘉运同学演唱的曲目难度也非常的高 尤其是在 因为这首歌是持续的高音 然后想要做到控制好 把它唱好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然后但是这位同学的声音的张力很强 就是他比较能够拉扯住 在副歌的部分能够拉扯住他的声音 然后在我看来问题是可能 因为过于技巧性很高 所以这首歌缺少了一些韵味在里面 然后希望这也是能在决赛里有所改善的 但是能力是非常强的 感谢这位评委的点评 那么下面有请我们的下一位选手 黄世元选手 他将给我们带来的曲目是《袖手旁观》 请大家欣赏 Hello 大家好 我是黄世元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章鱼版的《袖手旁观》 希望大家会喜欢 寂寞让人忙 思念让人慌 多喝一点酒 多吹一些风 能不能解放 生活有些忙 坚持有点难 封面 闭上一只眼 点上一根眼 能不能无关 你最近好吗 身体可无恙 多想不去想 也也偏有想 真叫人为难 你的脸庞 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 我拿什么条件 我拿什么条件可以把你遗忘 除非我们 从一开始就不曾 爱过对方 你的精狂 断续从朋友口中 传到我耳畔 我拿什么条件可以受受 旁观 除非你说 离开我 你从不曾觉得 遗憾 谢谢 谢谢黄世元选手为我们带来 这么精彩的演出 下面进入评委点评环节 非常感谢黄世元同学刚刚的演唱 我觉得 这位同学 这首选歌 就是因为伴奏比较轻嘛 但是 而且节奏是比较难卡的 这首歌 但是他有刻意的在 把自己的每一句都卡在这个节奏上 这个意识是非常好 然后他的腔调十分的特别 高音的处理 也是和杨昌江同学有类似的地方 就是可能不够那么的自然 但是就是因为有可能是 用力有些过度 或者是有可能是 嗓子还是有点僵这样子 然后可以更多的调动气息 然后去推动这个声音 然后在低声部分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然后把口腔给打开 然后松弛下来 这样感觉会好很多 然后情感上的把控也是很到位 让我有一种 代入感很强的感觉 感谢这位评委的点评 我们现在将要公布 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 孙家运选手的最终得分为 8.675分 黄世元选手的最终得分为 6.875分 恭喜孙家运同学顺利晋级 也感谢黄世元选手 参加本次比赛 希望后会有期 下面将为我们带来 演出的是古定红选手 他将为我们带来的曲目是 《房间》 请大家欣赏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佛罗里达大学 动物科学专业大三的学生 古定红 谢谢大家 小儿冷静的空间 因为没有你在身边 就不再感觉到 每分大都走向前 一年一月一起一年 总不算永远 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 写着属于我们 未来的诗篇 在这温暖的房间 我于是慢慢发现 这剧其实就是一种人 多久的纪念 一遍像一遍的画面 一遍又笑得很甜 一遍 停不在一瞬间 记得记忆里面最美的画面 一遍又笑得很甜 因为有你在人每天 一遍 在这温暖的房间 我于是慢慢发现 上去其实就是一种人 独身的纪念 一边相遇的画面 一边有小的痕迁 一切曾过在一瞬间 感谢古定红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 请问各位评委有什么想点评的呢 这位选手的声音很有张力 选曲很适合你的声线 就是舞台表现力可以再加强一点 感情可以多投入一点 除了真假音切换的时候有点小瑕疵以外 总体还是听起来很舒适 很有代入感的 是一首很有记忆点的选曲 好的 感谢这位评委的精彩点评 那么我们下面有请下一位选手 宋子晴选手 他将为我们带来的曲目是 《亦然亦爆炸》 请大家欣赏 大家好 我叫宋子晴 今天要表演的曲目是 《华晨语的亦然亦爆炸》 看我疯狂 还看我决绝不突破 想我冷眼 还想我轻狂又随便 要我阳光 还要我风轻不要欢喜 我哭绝不住 爱是个新竹 孤独似我梦境 爱此我很快就清醒 居我沉睡 爱与我蹉跎 我自卑 爱与我全醉 还爱我取落 不迷退 看我自贪 自伤 爱与我同时团长 愿我入眼 爱与我满地游满转 看我竹筷 爱与我空虚又团 痛要我每一人 爱与我冷远 不加烟 祝我从此心 爱与我图围 孤独为我作人 爱与我双眸 诗神图我清真 爱与我眼 我相反 为我出奔 爱与我错 苦我心 刮我寒 满地痛 还刮我 孤独地长 对到这儿 祝大家 感谢宋子晴选手 为我们带来的曲目 下面进入评委点评环节 依然一爆炸这首歌 其实整体发挥 还是比较出彩和完整的 我觉得你的声音 其实还蛮适合这首歌的 然后尤其是 我觉得你非常用心 对于这个比赛 就是你是唯一一个选手 有台风 然后也有准备话筒 把这个整个视频 做的相对完整的选手 但比较让我遗憾的是 我没有听到后面的 高潮话腔的部分 可能时间限制 有没有让你把这段 给录下来 再有一个就是 你用华晨宇的伴奏 它的处理 可能成立的处理 可能相对会不一样 所以你更多加注意 这些方面可能会更好 感谢这位评委 对宋子晴选手的点评 我们将公布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 我们可以看到 谷定宏选手的最终得分为 8.25分 宋子晴选手的最终得分为 7.875分 恭喜谷定宏选手 顺利进入决赛 也感谢宋子晴选手 为本次大赛带来的精彩演出 那么以上就是12名选手 决赛的精彩演出 如有意义 要看具体打分的话 请联系CSA选手群负责人 要打分表 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家 最期待已久的抽奖环节了 在这里再次重复一下 抽奖的规则 在我说开始的时候 各位观众可以开始刷弹幕 技术部后台会随机进行截图 截图从上到下 五位不重复关注 会各获得100元红帽 那么现在开始 大家可以开始把弹幕刷起来 技术部后台人员会随机截图 各位观众确实也很积极 不知道谁会获得这五个红包呢 好的 那么现在截图结果已经出来了 恭喜怂包不吃奶蛋奶黄包 还有这是 就是这个前五位 我这边有一些看不清这些选手的名字 怂包不吃奶黄包 ADA 还有耍牌乌冬面 YY AILSA 这五位获得我们的红包 请直播过后联系 B站后台领取奖励 那么以上就是第一场比赛的全部内容了 再次恭喜陈寒芝 杜家明 秦强 谢天为 孙家运 古定红 六位选手进入六强排名赛 在这里面我们也感谢潘新年 王坤耀 聂展鹏 杨长江 黄世元 宋子晴 为本次比赛做出的贡献 希望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观众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下自己的感想 为各位选手打call 那么下面我们会进入六强排名赛 主持人在这里提前透露一下 之后的六强排名赛会十分的精彩 奖品也会非常的丰厚 所以请各位观众继续关注我们的比赛 那么下面我将为大家介绍六强排名赛的比赛规则 本场比赛将采用分数排名制 评委会按照音色 音准 节奏 台风 四个方面打出分数 分数的计算方式为三位明星评委和两位 历届十家冠军打出的分数的平均分 分数高者排名告前 同时我们也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三位明星评委 和一位历届十家选手来到我们的比赛现场 首先我们欢迎袁锡君老师 她是中国内地华语流行女歌手演员 毕业于广州新海学院 代表作友我的幸福在哪里 乖乖爱不在我的身边 袁锡君老师在这里呢 也为各位选手送上了一些祝福 那现在有请袁锡君老师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袁锡君KT老师 这次非常高兴能够收到你们的邀请 担当我们本次比赛的评委 可以说我收到六位选手 入围选手的视频的时候 感觉到非常的惊喜以及惊讶 因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受到疫情的影响 我们能够自己在家 没有专业的舞台 专业的灯光 专业的音响的情况下 能够有这样的声音 可以说是让我惊喜到了 非常的棒 给你们点个赞 我们还邀请到了赵大哥老师 他曾经参加浙江卫视 中国好声音第四季的比赛 获得了鱼城进组的亚军 全国总决赛第七名 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一曲赢得了四位导师的认可 后面发表了单曲 有冰船 Who cares 对不起等 现在有请赵大哥老师 为各位选手送上祝福 Hello大家好 我是赵大哥 我现在在中国北京 然后很开心 这次受到佛罗里达大学学生会的邀请 然后来参加这一次比赛的 总决赛的评认 然后也很开心 在现在整个大环境如此危机的情况下 然后大家通过网络的方式 然后还是如期举办了这一次的活动 然后等一下我就会看到来自大家的到进入到总决赛的六条大家唱歌的视频 然后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最后我们还邀请到了郑俊树老师 他在2014年7月参加了第三季中国好声音 获得了三位导师的转身 在新生请指教中 他是伯克利音乐学院战队的学员 获得好评不断 除了三位明星评委之外呢 我们还很荣幸能邀请到两位学生评委 以学生的角度为本次比赛打分 首先我们欢迎第一位学生评委陈浩 陈浩曾就读于UF 并在2017年UFCSA十佳歌手比赛中获得了冠军的好成绩 同时他还曾是CSA阿卡贝拉社重要成员之一 很遗憾 由于陈浩评委形成紧张 无法参加本次直播 但是他已经提前观看了所有选手的视频 并且打出了分数 让我们一起期待 最后我们邀请到了CSA主席王兴林 他将代表学生评委和CSA为各位选手送上祝福 有请王兴林同学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佛罗里达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席 兼此次大赛学生评委之一 首先我想代表UFCSA感谢各位评审 还有选手参加我们的此次十佳歌手大赛活动 以及非常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到来 同时也祝各位新年快乐 以及元旦快乐 因为我本人也是十佳歌手大赛 连续两届的参赛选手 对十佳歌手大赛的感情是尤为深厚的 所以我由衷地感谢我们CSA的工作人员们 不懈地付出和努力 然后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相对艰难的时刻 为大家呈现一次意义且形式上都十分特殊的十佳歌手大赛 并且希望各位选手和观众朋友们都能享受此次比赛 最后不管你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的Gater们 都能够平平安安的 不管在什么时候UFCSA都会陪在你身边 好了 感谢王兴玲同学对各位选手的祝福 相信各位评委的祝福都会传达到我们六位选手的心中 也希望六位选手在接下来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正式进入六强排名赛 第一位选手的名字是陈寒之 他凭借着独特的音色和扎实的演唱技巧 在初赛中就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不知道他今天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演出呢 现在我们把舞台交给陈寒之同学 他将给我们带来的曲目是 写给父亲的散文诗 1984年 庄稼还没收割完 女儿躺在我怀里 睡得那么甜 今晚的老天电影 没时间去看 妻子提醒 小小风人记得他 明天我要去邻居家 再见 眼前 孩子哭了一整天 一整天 闹着要吃饼干 蓝色的迪卡 上衣都往心里钻 蹲在吃荡边上 给了自己两圈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这是他的青春 留下留下来的散文诗 这十年后我看着泪流不止 但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 都在这儿 有点学咋 明天 直到最近有点孤单 收了一大钱 这样一向里来 我老成了一对旧手间 那时的女儿一定会美得很轻言 有个爱她的男人要娶她回家 想到这些我却忽然看她一遍 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这是她的生命留下 留下来的桑纹石 几十年后我看着泪流不止 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场 就保持 就保持 那生命的故事就是一辈子 好 听了我们六位选手 每个人的音频 他们参赛的歌曲 这六位选手我都是非常认真的 不光是听了一两遍 听了很多遍 来进行一些分析和点评的 那所有的选手的编号呢 我都是按照发到我这 这视频的顺序而定的 下来这个选手就是四号选手 陈寒之 他演唱的曲目是《父亲写的散文诗》 这位选手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 因为我刚打开的视频的时候 我一听到他的声音 我觉得很像苏燕姿 而且在一些处理的方面也非常的像 如果一定要让我给一些意见呢 我觉得你到最后的副歌的地方 再放出来一些就好了 一定要跟第一段的副歌有一些区别 这样层次才能拉出来 大家听着才不会疲乏 才会有变化 那你看最后到这个副歌的时候 这个伴奏中的鼓的情绪已经非常的出来了 他的鼓的情绪已经很激烈了 你就不能和第一段的时候 他的副歌唱的是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更出来一些会更好一些 可能是因为你戴耳机的原因 不敢放出来怕喷麦 所以我希望如果你能进入到下一轮当中 再注意一些这些问题 你会有更好的表现 陈寒之的同学 首先我觉得你的情感非常到位 从头从始至终 然后你对这首歌的理解 和你付出的情感 都可以通过 这首歌很完美的表达出来 我觉得首先这个歌非常适合你 然后呢第二点我觉得 你的咬字非常有个人风格 这一点我希望你可以保持住 因为在很多现在的歌手呢 很多唱歌好的人非常多 但是有自己的个人的咬字风格 包括自己的一些 一些设计的一些小的尾音啊 然后小的一些很细微的 纯齿音啊 都其实很容易出彩 然后我觉得你在这方面是非常优秀的 然后其次呢我说一下可以更正跟改进提高的部分 那就是呃在你的低音区的音准稍微会差一些 比如说像一些可能女生自身 够的不是非常轻松的那些地方的音区 可以平时多加练习 包括一些低音的处理和练习可以更加的饱满 然后唱低音的时候 其实可以让整个喉咙放松 然后它自然而然的你就会更加低一点 那如果喉咙包括下巴一直抬着的话 高音也是一样 那你就会听起来声音会变得窄跟尖 你的高音区呢 也可以稍微把下巴往下收一点 这样的话 整个的整甲音转换啊 到高音区和低音区 你的音色会听起来更加的一致 然后 对 哈喽陈同学 我觉得你的音色非常非常的好听 呃 但是有一个地方要提醒你一下 就是因为父亲的散文是这首歌曲 是一首特别特别重情感的歌曲 包括我们演唱一首歌曲 最重要的也是情感的表达 呃 我觉得你这首歌曲可能有一点对歌曲理解的错误 有一点错误 要不然就是可能你对演唱的方式 还不是特别特地了解 你唱的很断 然后这让我感觉你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在唱这首歌曲 呃 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较违背原作和原唱的意思 呃 然后再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唱歌下巴的力量有点大 你经常会 有点往前撑脖子 这一点以后一定要杜绝 要不然会一个是不好看 再一个是对声音有影响 再一个可能也会伤到你的嗓子 嗯 加油 好的 感谢三位评委对选手的肯定 三位评委都是十分用心的在做点评 那么下面进入学生评委点评环节 有请黄欣灵同学 嗯 我觉得陈安芝同学的演艺十分的不错 然后尤其他的音色十分的特别 然后我觉得十分的不错 然后我在这里尤其情感的地方非常的到位 然后真假音转向十分的精彩 然后把我的分数给大家看一下 好的 感谢学生评委的打分 那么在这里呢 陈昊评委打出的分数是 音色8分 音准7分 节奏8分 台风7分 平均分数为7.5分 那么所有的成绩都会由后台记录 并且进行计算 那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为我们带来演出 第二位出场的选手是孙嘉运 他要给我们带来的曲目是 《多远都要在一起》 请大家多多在评论区里面打call 留下对小姐姐的鼓励 刚才看到小姐姐本人也是在这个直播里的 请大家多多打call 嗯 哈喽 我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 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 想看你看过的小说 我想收集每一刻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 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从度过的时光 不想错过每一刻都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 未来和从而止 未来和从而止 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 对你我最熟悉 你爱自由我却更爱你 我能习惯远之力 爱总是深不略提 宁愿换个方式 少还能遥远爱着你 爱能克服远距离 爱能克服远距离 都远都要在一起 你一直不再存在我世界里 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 像你说爱我的语气 像你望着我的眼睛 不想忘记每一刻 用思念让我们一直前进 想像你 想像你什么的沉迷 想像你失与的旅行 想像你离开的一刻 如果我有留下你的勇气 我能习惯远距离 爱总是深不略提 宁愿换个方式 宁愿换个方式 小孩能遥远爱着你 爱能克服远距离 都远都要在一起 我一直不再存在你的心里 就让我独自收着回忆 如果阳光永远都炙热 如果彩虹不会掉月色 你能不能不离开呢 我能习惯远处理 爱总是神不由己 宁愿换个风至少 还能遥远爱着你 爱能够不远处理 多远都要在一起 你一直不再存在我世界里 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 请不要离开 不要离开我的回忆 谢谢 好了 感谢孙家运小姐姐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 孙家运小姐姐的确是收获了 非常多的好评 还有很多观众在刷 在一起在一起 那么不知道各位明星评委有什么点评呢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二号选手 孙家运 他演唱的歌曲是 多远都要在一起 在这六位歌手当中呢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孙家运了 因为我觉得他选的这首歌 邓子齐的歌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而且大家也知道 邓子齐的歌 他的要求歌手 歌者的音域是非常的宽的 他的从整首歌的低音到高音 他是一定具有一定张力 才可以完成完整好他的歌曲的 孙家运是有一定的唱功 也是有一定的潜力的 而且他是在这六位选手当中 我认为呼吸感是最好的 他的天生的嗓音条件 声线也非常好 真假声的结合也非常的自然 在歌曲层次的处理的时候呢 也是有的 这首歌的完成度还是比较完整的 如果他能够晋级到下一轮的时候呢 我希望他能够也化一些妆 漂漂亮亮一点 让大家有一个视觉上的美感 再加上你的声音形象的打分 我相信会很棒的 然后在歌曲的 其成转合的处理的当中 每个字的收放 他的力度 再专严一点 再扣得细致一点 你会更好 更优秀 哈喽 现在到第五名 孙家运同学 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 而且也是难度非常大的一位歌手的作品 首先我要表扬你 嗯你的整个音色 整个韵律 整个音准都非常非常的好 你的节奏 然后包括你的真假声转换 然后包括你的前面一段后面一段的力量感的反差都特别好 我都有听到 Congress 然后呢我觉得有一些小小的点可以去琢磨可以去调整的 那就是首先你的呼吸可以在平时练习的时候再去提高 然后尽量在呼吸的时候把你的口腔瞬间张开 然后你的呼吸道打开 然后在这个瞬间呢 你就会你的呼吸的声音就会减弱 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掉大家被呼吸的声音太大 然后去bother 大家来欣赏你这首歌 比如说锯和锯之间 你的呼吸声从 变成 就是它瞬间 很快的 然后吸入足够接下一句的气量 然后又在一个非常就是开静音模式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呢 在在此之后就是一个张嘴的问题 就是你可以在唱歌的地方唱歌 尤其是高音或者是一些需要口腔打开的地方 或者一些就是开口音的时候 就是A R O的时候把你的口腔打开 现在有一点像 所以你比如说 嗯 能克服远距离 多远都要在一起 你把口腔打开了 最后你只会发现 哦整个声音就更加有穿透力 更加出来 然后直击屏幕对面的那个汤 对吧 所以把嘴巴打开 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声音就变得更加有穿透力了 最后一个小小点 就是每次唱到回忆这个词的时候 收的太快了 每次到回忆就没了 特别特别短 除此之外 就回忆就是 比如说一个是一开头那一段的回忆 然后还有一个是最后的回忆 就是回忆 轻轻弱弱的 长长的把他收掉 这样的话就是 有一种意犹未尽 但是又非常舒服的给到你的听众 就会更加好了 哈喽孙同学 哈喽你好 我觉得这首邓子齐的歌唱的特别特别的好 一听就能听得出来你是有功底有技术在的 虽然前面可能有点没放开 然后音准稍微有一点点小片 但是后面基本都找回来了 然后最后的情绪比较 比较猛的时候 那里节奏稍微一点没控制住 但这个也不是很影响 大举 因为你的情感非常非常到位 然后我提一个小建议啊 就是你现在呢唱歌 虽然呃技术啊什么都这方面都OK 情感也要都OK 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 你的嘴巴有点懒 有点不张嘴 如果你能再把嘴巴张开一些 然后再更积极一些 那就非常完美了 我觉得总体来讲非常好 加油 是一个非常高的成绩啊 那么大家也可以猜测一下 孙嘉运同学的最后排名是多少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下自己的猜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出场的是杜嘉明同学 喜欢粤语歌的朋友们就有耳福了 因为他将给我们带来本次比赛 唯一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 友情岁月 请大家欣赏 欢迎订阅 小失的光阳散在风里 欢迎订阅在风里面留下来的风里面在风里面临 有缘再聚 天真的声音已在监退 彼此为着目标伤距 仍望夜空 往日是谁 灵魅心中疲劣 来往掉错对 来慰恋过去 成功到昏日子总有乐趣 不相信会绝望 不感觉到惆怀 在美妄内竞争 每日拼命进取 奔波的风雨泪 不忌的性与罪 所有故事将已发生 漂泊碎月泪 风吹过意静下 将心已在昏睡 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 天真的声音已在更退 你似乃着目标伤距 仍望夜空 往日是谁 灵魅心中疲劣 来往掉错对 来怀念过去 成功到昏日子总有乐趣 不相信会绝望 不感觉到惆怀 在美妄内竞争 每日拼命进取 奔波的风雨泪 不忌的性与罪 所有故事将已发生 漂泊碎月泪 风吹过意静下 将心已在昏睡 让眼泪已带走夜 来往掉错对 来怀念过去 成功到昏日子总有乐趣 不相信会绝望 不感觉到惆怀 在美妄内竞争 每日拼命进取 奔波的风雨泪 不忌的性与罪 所有故事将已发生 漂泊碎月泪 风吹过意静下 将心已在昏睡 让眼泪已带走夜 岂有谁 好的 感谢杜佳明同学为我们带来十分精彩的粤语歌曲 他的发音确实是非常的标准 不知道各位明星评委有什么想说的呢 好 接下来就是三号选手杜佳明 他演唱的歌曲是《友情岁月》 那也是今天六位选手当中 唯一一位唱广东话的选手 这位选手是非常的帅气 具有一定的偶像潜质 听到这首歌呢 不得不让我回想起 我小时候 看《古惑仔》的时候啊 那可以说整首歌完成度也是可以的 那我个人觉得这首歌 对于你来说好像有点偏低了 对 你的烟语 我觉得是可以更比这首歌更高一点 听起来会更舒服一些 那整首歌的副歌的部分和主歌的部分 听起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所以我希望如果你能进入到夏云当中呢 在主歌和副歌的部分 希望你能够再研究一下 能够做出一些层次来 这样我们听起来才有一些变化 那还有的就是你的气息 我觉得气息可以再提高一下 针对于这个视频来讲 我觉得你的气息不够稳 所以导致你最后一句的时候 最后一句收的时候就不够稳了 听起来就熟的没有那么漂亮了 接下来到我们的第二位同学杜嘉明 选了一首粤语歌 我非常开心 因为我也是南方人 我是在深圳长大 虽然我的粤语非常差 但是双压 好 这首友情岁月非常好听 然后首先我说一下做的非常好的地方 我觉得你很会运用的气息 我觉得你的一些尾音的处理非常的不错 尤其是在每个段落的结尾 然后都有一个很舒服的 然后富有节奏感的尾音 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渐弱 非常好听 然后第二点呢 我觉得你的情感非常的充沛 然后我有在这个歌里面听到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和故事 然后呢 尤其是你有设计前面一段跟后面一段的中音处理 和整个这个音量上的变化和情绪上的变化 我都有听到 然后接下来一些小小的问题的部分呢 就是像歌词比较密的地方 就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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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这个时候 首先粤语的发音就会比普通话难一些 里面的一些我想要致的一些咬字啊吐字啊 既然这么赶的声音 然后你就是心理上就会觉得 那我就应该快点唱 那在这样的一个 嗯快唱的mindset里面呢 那你就抢拍了 所以其实可以不用觉得说自己挤不下这些字太快 或者怎么样,稳稳的听着那个节奏 听着重音一点一点的去 虽然然后可以比如说像舒静哥 你稍微lay back一点点也都ok,没有问题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要多看镜头 因为唱歌是给你想唱的人听的 然后你要对他在唱歌的同时有一个眼神的交流 那像现在我们经常上网课啊 经常通过视频去跟一些人去交流或者什么的 我觉得可以多看镜头 然后最好就是可以把你的歌词背下来 那就会更棒了 哈喽杜同学 我觉得你这首粤语歌曲演绎的特别特别的好 虽然我听不太懂歌词讲了什么意思 但是我觉得通过你的这个演唱 我能够感受到你的情感 我其实觉得唱歌的这个情感表达是最重要的 因为歌曲无非就是把做 把作词人写歌词的意思 歌词想表达的情感带上了曲调唱出来而已 所以我觉得你这点做的特别特别特别好 但是提点小建议啊 就是咱们的台风方面啊 还可以再提高一点 就是最好不要乱晃啊 咱们这首歌曲是一个比较重情感的歌曲嘛 所以说最好我们就是还是 因为你声音方面已经做的很到位了 希望我们在肢体方面也有所提高 那就更完美了 对吧 加油 好的感谢三位明星评委 他们的点评还是一如既往的精准和专业 那不知道有学生评委有什么想说的呢 杜嘉明同学 杜嘉明同学 我们在线下 我们也是认识的 然后十分有才的一个人 然后呢 我在这里直接给出我的分数吧 加油 好的感谢王兴林同学 陈昊同学在这里打出的分数呢 是音色8分 音准9分 节奏8分 台风7分 平均分8.2分 请后台的小伙伴们记录 那么我们也进入下一位选手 这位选手的名字叫做琴强 在初赛中 他凭借着他非常有磁性的声音 惊艳到不少观众 不知道他今天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请大家欣赏琴强为我们带来的歌曲 贝加尔湖畔 在我的怀里 在你的眼里 那里春风沉醉 那里绿草如影 月光把爱恋 灑满了湖面 两个人的篝火 照亮整个夜晚 多少年以后 如云般游走 如云般游走 那变幻的脚步 让我们难游走 这一生一世 有多少人 有多少你我 被吞没在月光 如睡的夜里 你 多想某一天 往日又重现 我们流远 我们流远 往返 在北架尔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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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伥重强悚 你 有多少人 你 以后,往事随云走,那纷飞的冰雪,拢不下那温柔,这一生一世,这世间太少,不够证明融化,冰雪的深情。 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有神秘,在北加尔湖畔,你清澈有神秘,向北加尔湖畔。 好的,感谢秦强同学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在评论区里面确实有很多人在刷,停止散发魅力吧? 的确,那么请问明星评委们有什么想说的呢? 好,接下来是第五号选手,秦强,他演唱的是《贝加尔湖畔》。 这是李健比较有代表性的民谣作品之一,这首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曲。 秦强把这首歌的优美已经演唱出来了,但是呢,我感觉整首歌它的主调是优美优扬的,但是它在整首歌处理当中,它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有一些变化和律动,整体来出来才更有色彩,所以我觉得你稍微唱的,稍微平了那么一点点。 那至于说怎么样去改动,怎么样去变化,仔细听伴奏,仔细听李健去怎么唱,然后把这首歌更好的,更细致的诠释出来。 增强一下你的强弱,增强一下承转起合的这样的一个韵律,我觉得会更好。 在最后一句收的还不错,收的挺漂亮的。 Hello,现在是第四位同学,秦强。 这也是一首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歌,虽然我平时我不太会去唱这样的歌,因为它不太符合我的声音,质感和我,you know,但这是一首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歌。 然后首先我觉得你的音色非常漂亮,我觉得这是你的个人杀手锏之一,而且选歌真的非常适合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decision。 然后呢,这首歌我觉得首先音色非常好,低音部分非常的厚实,然后稳重,并且呢,在高音的部分也没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脱节,前后都很灵贯。 然后音准的问题也没有非常棒。 然后转音也很漂亮。 结尾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干净非常利落而且三明音都很准不错! 然后非常好的就是你有一直在看镜头 一直在跟你想要表达的观众去互动 去传达你想你的感情你的想法 然后美中不足的一点点的地方呢 就是我不太建议大家在用耳机录歌的时候挂在嘴旁边 因为有很多的噪音 就是唯一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影响我在欣赏这首歌的一个小的点 除此之外非常不错 我在这样的设备下都可以拥有这么厚实的声音的质感 那我相信如果有机会到了更大的舞台 然后有更好的设备和麦克风 你的声音会被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哈喽秦同学你好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你这首这个贝加尔呼喚的你的表达 我觉得你表达的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很给人一种很 怎么说呢 就是没有压迫感 就是听起来很舒服 然后听起来也很放松 然后我觉得你表达的也很很很放松 你整个人演唱的状态也很松弛 包括肩奏的时候你也会跟这一为一一起摇摆 我觉得这个状态特别特别好 哎我真的就很喜欢你这一版的表达方式 就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没有压迫感 很轻松 就是听起来真的真的是很舒服 嗯我觉得非常不错 我真的很喜欢 真的加油 好的 十分感谢三位明星评委对秦同学的点评 那么请问学生评委对秦强同学有什么建议呢 嗯 我觉得这位同学的音色首先不用说 就是他的音色是五岸里飘逸 我觉得就是这个低音音色是很少见 然后呢 他又选了这首歌是很聪明 把自己这个低音音色特色给发挥出来 然后呢 唯一需要注意一点是在唱低音的时候 一些很低的很低的音 要更流畅一些 是叹气的感觉 是更叹气的感觉 联系的感觉 这样会更自然一点 就不会是压着嗓子的感觉 然后其他的胸腔鼓鼻什么都挺好的 就是高潮 就整首歌也有一点小评 但是这是我给出的分数 好的感谢王心凌同学 那么陈昊同学在这里 打出的分数呢 是音色8分 音准8分 节奏8分 台风7分 平均分7.85分 请后台的小朋友们记录一下数据 那么感谢秦强选手为我们带来十分精彩的演出 我们进入下一位选手 第五位选手 他的名字叫做古定红 他要给我们带来的曲目是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古定红小姐姐是 刚才看到有人刷弹幕说古定红小姐姐是UF笑话 现在也请大家多多在评论器里面打call 留下对小姐姐的鼓励 中文字幕提供 借此你 刻苦你心真有我自己 好不容易 交出真心的流星 你沉默的回忆 是善意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忘记了世间这回事 与时光远说了一次无数一辈子 曾顽固跟世界都迟 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 如果有下次 我还会爱一次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你藏在尘封的位置 要不是这我 怎么过一辈子 我正在霓虹的尺寺 握着飞向天堂的地址 你可以傲生 可是我只能停止 嗯 好的 我看到 评论区里面有人提问 之前报分的那个是谁 是王兴林同学 他是我们历届十佳歌手的冠军 还有就是陈浩同学 他也是我们十佳歌手的冠军 嗯 然后我们现在进入 明星评委点评环节 我们首先让我们来说一下 我们的第一号选手 他是一个我认为非常上进啊 非常秀气 五官非常精致的美女选手 他是一号胡定红 这位选手呢 不光人美 歌也很甜 声音也很好听 很干净 并且呢 他的声音是非常有辨识度的 我把歌手呢 混为两种 一种是录音棚型歌手 一种是舞台唱将型歌手 他的声音我觉得 在录音棚里出来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干净的 而且在整个音频和视频当中 他演唱的这些 这个曲目当中 他的音准和节奏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听起来也是非常的舒服 如果一定让我给一些意见 挑一些小小瑕疵的话 如果你能幸运的晋级到下一轮当中呢 我希望你能更自信一点 更相信自己 你的声音是很好听的 你也是很上进的 所以要对自己有自信 下一轮当中呢 稍微的打扮一下 画点妆 这样视觉出来效果会更好 我们第三位同学 谷定宏 是一个很可爱 声音非常漂亮的女生 很遗憾啊 这一次没有办法面对面 见到大家 只能通过网络的方式 那所以在过程当中 没有办法跟你们直接的沟通 然后听到你们唱这首歌的原因 选这首歌的意义在哪里 但我能从歌里面听到你很多的感情 和你对这首歌的喜爱 然后首先 我觉得你非常值得表扬的地方 就是你的音准你的节奏都非常的不错 都非常稳 然后呢你的感情非常的投入 然后前段后段 其实可以再多做一些处理 比如说像一些唇齿音 或者一些比较不一样 比如说第一段的这一句 你唱的是比较快的首尾 那第二段的这一句 你可以做一个延长一点的首尾 或者是一些lay back 或者是一些 就是可以在里面多设计一些 让你觉得是你唱的 这首歌是你cover的 而不是说所有的都跟原唱一模一样 对这样其实会让听众听起来更加有乐趣 而且会更加凸显你个人的声音的质感 和你的个人的魅力 对还有一点呢 就是在你的假音部分 其实可以再多多多加练习 用你的小腹使劲 就是在往上 在往上来一下 气息再顶一点 这样的话你的假音 就会听起来更加的实 然后 除此之外 就是像之前刚刚说的 尾音的处理 可以再多想一想 多加一些小巧思 然后 耶 哈喽古同学你好 哇 我觉得你的声音好好听啊 真的这个音色真的太好听了 天呐 真的太好听了 哇哇哇 我说了三遍 我觉得这首歌曲整体表达 比较完整 对 然后小小的建议就是 我觉得你的咬字可以再积极一点 也就是嘴巴可以再张一点 然后 这样会对你整体的情感表达 也会更加的 怎么说 就是说 更积极一点吧 就是你的演唱状态会更好一些 对 但是你这音色真的太好听了 嗯 好听 好的 感谢三位明星评委的点评 那么我先回答一下评论区里面的困惑 就是有人问 嗯 能不能把评委打分也公布一下 因为我们这里考虑到时长关系 所以我们是不公布的 我们只会 嗯 提供各位选 就是各位明星评委的平均分 然后如果 您就是需要看详细的打分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CSA的 嗯选手群 然后里面会有小姐姐为您解答 然后 现在问一下 王兴林同学有什么点评呢 嗯 我觉得 古同学整体表现不错 音色 是好听的 是很甜的 然后 嗯 嗯 唯一需要注意点可能是 整体偏平 然后可以把 就是 歌曲前后的 层次 就是 起伏拉的更大一点 然后这是我的分数 嗯 好的 谢谢王同学 那么陈浩同学在这里的打分是 音色9分 音准8分 节奏9分 台风7分 平均分为8.35分 嗯 嗯 那么有请下一位选手 谢天伍一选手 他要给我们带来的曲目是 《夏天的风》 请大家欣赏 德宗 和个礼节奏 额 预备 今晚 怕傷到無法再忍受 鎖心閉上了雙眼 讓相互笑臉已改變 夏天的風 我用眼睛的清清楚楚 而說你愛我 我看見你苦苦的笑容 也有 面前的時候 夏天的風 就暖暖吹過 裝過頭髮 也穿過耳朵 你和我的 夏天風 輕 輕 說著 溫暖溫暖的海風 吹到高高的山峰 溫暖溫暖的海風 吹到高高的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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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暖溫暖的海風 吹到高高的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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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子會彈吉他 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能堅持下來 也是一件更不容易的事兒 所以我覺得她很棒 非常好 她演唱的一首歌是夏天的風 應該是溫暖的一首歌 一邊彈 一邊唱 又要注意彈吉他 你專注吉他的和弦 又要注意你的唱法 可以說是有一定難度的 但是它完整的還不錯 而且我覺得這首歌《夏天的風》 它是非常溫暖 非常浪漫的 它已經把這首歌要表達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已經表達到位了 就像少女在談戀愛一樣 表達她自己的心聲 非常的甜 非常的清新 給大家感覺 給我感覺非常的舒服 整首歌我覺得完成度還是不錯的 如果一定要讓我給一些意見 或挑一些小小的瑕疵的話 我覺得整首歌的節奏 是不是稍微有一點偏慢了呢 還有就是 我希望有幸能進入到下一輪的話 放下你的吉他 我們好好的唱一首歌 因為吉他彈唱 確實是會分散你的注意力的 因為你要看吉他 所以在歌曲演唱的時候 會分了一半的神出來 所以我非常期待 你能夠放下吉他 好好的唱一首歌 是什麼樣子的 Hello 最後一位同學 Last but not least 謝謝天偉同學 首先 這也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首歌 甚至我經常會在有機會 可是KTV經常唱一首歌 為什麼呢 因為他其實非常鍛鍊的真假音轉換 因為這首歌呢 比如說像一些 問神風你不在 問神 唱錯了 問神風你會回來 那個會 很多情況下大家都容易走 所以呢 在會字的時候 可以再多多提醒一下自己 啊馬上要來這個高低音轉換這個地方啊 然後一定要把它唱準 就是這個會字可以多加個練習 其次我非常喜歡你 你是唯一今天一個自彈自唱的選手 我也是最近在苦練吉他 那我覺得首先這就是一個加分項 因為其實自彈自唱的可以幫助你 也幫助很多的同學 找到自己的節奏 為什麼說很多人覺得辦 就是樂器 或者說辦著自己的band 唱歌的時候特別爽 因為你在跟伴奏的時候呢 你一直是卡他的那個死的那個tempo 就是打打打打打打 那比如說你在彈吉他的時候 或者你在跟一個band在演奏的時候 你就會非常自由 比如這個地方你想 然後再放 或者你想要特別特別綿長的收尾 然後或者你想要 就是你的很多情感特殊的處理 可以通過樂器的方式和你的聲音 做一個非常好的配合 那這樣的話觀眾聽起來 就會更加的有趣有意思 然後其次就是一個咬字的方面 我覺得你的咬字非常的有個人特色 然後我希望這一點可以好好的保持 除此之外就是對高音準 然後增長音準換 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謝謝大家啦 哈囉謝同學 我覺得夏天的風這首歌 你表達的比較完整 我覺得你音色也非常好聽 然後你有自彈自唱 然後增加了一些表現形式 我覺得這一點也非常好 然後吉他彈的也不錯 沒有因為彈吉他唱歌 而影響你的唱歌發揮啊 包括也沒有影響節奏什麼的 但是我提一點點小建議 就是因為你彈琴的時候 一直在看下面 我不知道你是在看譜子呢 還是在看和弦呢 還是在看什麼 就是如果你能再多看看鏡頭 無論是跟鏡頭還是跟鏡頭裡邊的大家 再多交流一下 那就這樣就更好了 對加油 好的 感謝三位明星評委的點評 在這裡主持人統一回答一下 剛才的提問 還有下一輪嗎 沒有了 這就是我們最後的六強排名賽 然後也請各位觀眾不要走開 因為我們馬上會進入抽獎環節 抽完獎以後 我們會公佈比賽結果 就是六強的排名 然後之後我們會開一台 戴森抽風機的大獎 所以說請大家不要走開 那麼我們也剛才也看到 就是要去吃飯了 我們這裡會加快我們比賽的進度 請大家不要走開 那現在有請王同學 進行點評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 前面評委說得很對 然後這是我的分數 好 謝謝大家 好的 陳昊同學在這裡打出的分數 是音色8分 音準7分 節奏8分 台風7分 平均分 7.5分 請後台的小朋友們 進行記錄 那麼 這就是本次比賽 六位選手的所有演出了 分數和排名 將由技術部的小朋友們 進行計算和公佈 然後我們現在進入 第二輪的抽獎環節 本次呢會抽三個小朋友 然後各送出100元的紅包 抽獎規則和上次抽獎規則相同 就是我喊開始的時候 大家開始刷彈幕 然後會由技術部的朋友們 進行截屏 從上到下不重複的三位 就是我們的獲獎選手 那麼開始 我 各位觀眾真的是很積極 嗯 那我們現在看到 三位獲獎選手的名字已經出來了 他們分別是 二冰是個天然呆 KMRMINDU和茶這個字主持人也不認識 反正就是這三位小朋友 然後會獲得我們各100元的獎勵 請直播以後聯繫 B站後台領取獎勵 那麼現在技術部的朋友們 也已經計算好了六位選手的總分 我們現在將為大家公佈選手的排名 首先我們會公佈第四名選 獲得第四名的選手 大家可以在評論區裡面猜測 留下猜測 哇 那我們看到第四名選 獲得第四名的選手是秦強 他的總分為8.15分 我們恭喜秦強選手 獲得本次比賽的第四名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會公佈獲得第五名的選手 嗯 那麼陳漢芝同學獲得了本次比賽的第五名 他的最後總分是7.98分 感謝陳漢芝同學為本次比賽做出的貢獻 現在呢我們會公佈第三名選手 我們看到第三名選手是謝天維 他的最後成績為8.20分 感謝謝天維選手 他的演出的確很棒 那麼現在公佈的是第六名 我們看到杜嘉明同學獲得了第六名的好成績 他的最後總分是7.61分 恭喜杜嘉明選手 那麼現在我們會公佈第一名 也是我們本次比賽最終的大獎 那麼評論區裡面可以刷一下 猜猜第一名是誰 古定紅 古定紅選手獲得了本次比賽的第一名 大家恭喜恭喜 然後他的總分為8.61分 的確是名副其實的第一名 我們恭喜古定紅選手 那麼第二名也不用多說 就是我們的孫家运選手 他的最後排名是 他的總分是8.43分 也希望孫同學可以再接再厲 明年還可以再看到你 好的 那麼以上就是本次比賽所有的排名 與分數了 如果您有意義的話請聯繫CSA人員 然後也我們會給您 比較詳細的分數 然後也會幫你解答疑惑 但也請觀眾不要走開 我們最終的大獎 戴森吹風機還沒有開獎 在這裡呢我們要感謝 Student Medicover CAS屬校和中國電信三位金主爸爸 對本次活動的大力支持 Student Medicover 是美國留學生中最大的 醫療健康品牌及保險公司 讓同學們在異國他鄉 安心就宜開心生活 CS屬校專注於國際課程體系的 推廣與實踐 幫助高等院校官方開設的 國際學分課程項目和國際文化交流項目 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推廣 同時為全球大學生提供個性化的 國際項目諮詢服務 幫助學生發現 合適自己的學習成長 國際學分課程項目和國際文化交流項目 中國美洲電信公司 中國留學生最喜愛的通訊公司 祝大家平安留學 新年快樂 2021春季一美金電話卡活動已經上線 感興趣的朋友們可以關注公眾號 要進行更加細緻的了解 那麼再次感謝金主爸爸對我們的大力支持 下面將進入最激動人心的 戴森吹風機開獎環節 抽獎的規則我也不再多做贅述 當我喊開始的時候 請各位關注刷彈幕 然後從上到下的第一名 會獲得我們戴森吹風機一台 那麼開始 戴森吹風機 不知道會花落誰家呢 觀眾們的確反應很激烈啊 好啦 哇 這是哪個幸運的小朋友呢 SIN97 這位朋友獲得了我們今天的最終大獎 戴森吹風機一台 我們恭喜他 建議這個朋友去買彩票 然後請直播結束後 聯繫B站後台進行領取 本次比賽在這裡就要結束了 大家也可以去吃飯了 然後也請大家繼續關注CSA公眾號 我們會更新12位選手全部的決賽視頻 那麼 感謝各位觀眾和校友的陪伴 正因為有你們CSA大家庭 才能在今年的疫情環境中繼續前行 最後祝各位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學業順利 我們明年再會再見 4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